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今天想講一個題目 就是如果你是70、80、90 哪種加拿大的移民救生艇 計劃是比較適合你呢? 就是每一個年代,每一個年齡層 都有不同的需要 雖然加拿大最新的移民方法 大家很清楚 但是有時都太多 有時都眼花撩亂 都不知道怎樣決定 即是如果你是70、80或者90後 你的人生階段都不一樣 需要不一樣的時候 究竟哪種移民方案最適合你呢? 同時哪個加拿大的城市 可能最適合你居住呢? 好想在這裏 重溫一下那三個方案 第一個方案就是OWP的方案 就是2月8日的時候 加拿大開設了Open Work Permit 三年的工作許可證 允許香港人為加拿大雇主工作 只要符合條件的香港人 就可以有這個長期的逗留 獲得了加拿大工作經驗 以及只要滿足到這個基本要求 我看大約一年工作經驗 左右就可以申請到PR 條件就是持有香港的護照 以及過去五年來 畢業於大學學位 或者兩年制課程的文憑 而這個計劃就是2023年2月到期 6月8日新出了一個最新的方案 簡稱是StreamMate 其中一個是這麼說的 就是申請人過去三年來 在加拿大認可的專上學習機構 完成了Degree 即是大學位 兩年的文憑 或者至少一年研究生的課程 其中一個要求就是 有至少50%的時間 即是無論是親自 或者在線上 都是加拿大裏面去做的 那就是2026年的6月 就來到到期了 而Stream B 就是申請時候 過去三年內 有至少一年的全職加國工作經驗 或者兼職就要1560個小時 其中其他要求就是 包括了 就是過去五年內 在加拿大境內 或者境外的專上學習機構 完成了以下一項 包括就是學位 兩年課程的文憑 或者至少一年課程的研究生的證書 就可以來到去申請了 那這個就是2026年的6月 就來到到期了 那如果你是90後的移民 打算來到加國的計劃的時候 哪樣最好呢? 即是大約你的年齡 就是20至30歲左右 未必想著要成家立室 很想現在這一刻 可能有更多的自由空間 去試一下不同的生活 置業未必是最高的選擇 可能大學畢業 或者現在你是正在讀大學 那如果你是在香港讀大學的話 那就可以考慮 在加拿大完成這個課程 就算可能你失去了少少的課程 也好 我相信長遠來看 都是值得的 或者以Stream-A的形式 考慮讀了一個兩年證書課程 然後你可以再拿到PR身份之後 來完成這個Degree 都不失為一個好的方法 因為2026年才到期 所以其實在香港 都可以開始鋪這條路 最低要求是兩年證書課程 就要一年在加國讀 另一個情況又是怎樣呢? 就是如果你在香港讀完書 應該就在五年範圍之內 可考慮用OWP進來 打工一年有加國經驗 基本上就可以再用Stream-B 來申請PR 如果你選擇去哪個城市住 可以去多倫多或者溫哥華 因為那裏的城市比較熱鬧 多事做和發展 因為沒有這麼急要置業 或者成家立室 自由空間在這兩個城市裏 應該發展是比較好的 如果你是80後的移民 打算來到加國 你的計劃是怎樣呢? 你的年齡大約是30至40歲左右 進入一個階段 就開始來組織家庭 或者要考慮開始置業 而且可能是有小小的小朋友 要為他們安排怎樣讀書來做考慮 而且工作可能希望有穩定 還有一個叫做Work-Life-Balance 很多人可能都有大學畢業 但未必是五年之內畢業 如果是這樣 可能已經有Master Degree 或者五年內曾經讀過一些證書 如果是有的話 可以直接申請OWP 之後可以考慮用Stream B 不過要留意 不要申請過了五年時間 學位的畢業 如果不是五年內 就可能沒辦法 就用OWP 可能要打算讀一年 或者兩年的Master 或者不是的 就可以在加國讀Diploma 然後就可以用Stream A 如果不許可 可能就在香港先讀一年的證書 或者Degree之後 再來到加國 來完成整個課程 如果你選擇 可以考慮來到卡加里 或者愛民地這些城市 我覺得這個階段 就很適合 因為這裡置業比較容易 小朋友讀書就比較好 而且你追求的Quality生活 會比起溫哥或者多人多都會好些 但相對來說 夜生活 這裡就會比較少些 如果你是70後 你的移民計劃會怎樣呢? 你的年齡大約40至50歲 在這個階段 可能在香港都有相對一定的資產 子女可能已經是teenager 一定想過來移民 就想很拼搏來賺錢 反而可能想體驗另一類的生活 有新的career或者方向 心態可能也都開始預備子女升大學 也都之後鋪排怎樣有自己新的生活 我估計極少人會是五年內畢業 有一個學位 可以用OWP來移民的 沒錯 他們可以以省提名身份來試試 但也有可能他們不想做回以前的事 其實可以以Stream A Diploma 學一些新的技能 或者想去做一些新的領域 不同的嘗試來做考慮 它裏面就沒有提到一個年齡限制 Stream A 應該是一個可以申請的方法 如果考慮哪個城市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卡卡利和愛民頓 因為如果譬如溫哥華和多仁多 香港賣的資產 可能最多都是一間換一間 比較大些 但在卡卡利和愛民頓 基本上可能一間可以換2.5 譬如說兩間獨立屋 一間的condo 應該都不算大問題 不過也可能會因為子女將來 有哪個大學來做考慮 如果只是單單從經濟角度來看 換職業等等 其實卡卡利和愛民頓 可能都會比較適合些 在總結當中 這個我自己遇過少少的分析和建議 雖然總有人說 加拿大為何這麼麻煩自己 這麼多讀書的限制 來擋阻我們 但我覺得你永遠都不可以 別人遷就我們 而自己不想付出 即是比他兩三年前 申請搞家國移民 起碼是十萬家園或以上 現在竟然可以用一個DIY形式 有得讀書 還很直接地做到 比我自己很多年前 其實真的容易了很多 每個地方總是會有他自己 很多不同的考慮 機會也都要自己 伸出手來把握 還有一次多謝你今天收看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都Subscribe我們 給個Like或者按個鐘鐘 還有一次的 希望你能夠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還有一次多謝你